一,科学家发现一颗叫做TRASRB的细弯行星,它被称为其精管测道的最黑暗行星,其表面一片漆黑,几乎不反射任何光线,甚至比煤炭还要黑。 这颗行星的表面被恒星轰烤着,温度可达到980摄氏度,它的运行轨道离恒星非常近,几朝吸引力被锁定,意味着这颗行星的一侧,僵尸中处于漆黑之中,而让人感到恐惧的僵尸在肢体分解之后,仍能死而复生。 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中,也发现了一颗僵尸行星,二十年前,天文学家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,发现一颗系外行星还照着恒星运行,在进行深入观测时,一些天文学家并未找到这颗系外行星,并宣称它已死亡。 但在2009年,天文学家使用千德拉望远镜,观测到这颗曾经死亡的系外行星特末一岁又再度复活过来,将它称为僵尸行星有些研制为过,实际上它仅是隐藏了起来。 三,当这颗行星系外行星HD209458B近距离盘旋接近其恒星时,强大的恒星风似碎其大气层,形成会形状的尾部。 四,在宇宙中也存在着孤独者系外行星,它们由于质量太小,在遥远的太空轨道运行,从而是天文学家通过常规望远镜很难进行探测。 然而,有时天文学家将非常幸运,能够发现罕见的太阳系外孤独者。 它们是超级地球,能够距离很远地正常环效主恒星运行,且很难被观测到。 但是基于广义相对论,当从地球角度进行观测时,是被地球质量的天体能够扭曲时空,从而足以聚焦主恒星光线。 该现象被称为微透镜世界,虽然非常罕见,但仍可通过前进的探测器观测到这种微小延时世界。 五,在同一个恒星系统中,一颗非常遥远的系外行星,在另一颗恒星的超吸引力威胁,从而导致它图景主恒星时出现缓慢和加速现象。 这是一种罕见的签文现象,这颗系外行星,距离地球650光年,环绕一颗叫做Kepler-19的类太阳恒星运行。 该行星被称为Kepler-19b,它拥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轨道,有时会加速,在79分钟轨道周期中快5分钟,有时会减速,轨道周期慢5分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